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我们子类想访问我们负类中的属性的时候和方法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通过谁啊 通过我们的Uber来实现 那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在构建我们继承关系的时候呢 可以将我们负对象的属性拷贝给我们的子对象 那这时候呢 是不是子对象也相当于可以直接来访问我们的负对象中的内容了 同样的也可以 那接着呢 我们来参照我们之前写的这个 我们是不是封装过一个extend函数呀 对 把它拿过来 参照它 我们再来写这样一个继承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进行一个提升 这个extending 来拷贝我们负类中的 拷贝负类中的这个 属性 好 来实验一下 把它粘过来 这是我们上几课写的这个继承 那接着呢 在这儿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再来封装一个extend 一 同样的引试需要接到我们的子和负 child的子对象和负对象 在这儿呢 我们是不是想拷贝谁呀 想拷贝我们的负对象 那首先呢 拷贝负对象的属性 首先来得到我们的负对象的这样一个圆形 parent的第二 Portotype 接着 接着在上面一个子对象的原型 负对象的Uber指向一下我们P复类中的这个圆形 和之前的是一样的指向我们复类中的这个圆形 好 那接着再往下呢 我们只是把它这个缩写的形式拿过来了 接着我们再往下来试验一下 首先还是声明我们这个shape等于function 也是比较经典的例子 我们就拿过来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演示 2d shape等于function 这样两个对象 接着呢 我们通过shape.prototype.name等于一个shape 再往下呢 再来写shape.prototype 点一个toStream 和之前的是一样的 return一下类似.name 那现在实现这样一个继承关系 我们就可以调用一下extend 这是我们第一次实现的效果 那我们的2d shape 继承了我们的shape 没问题 那现在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vir一个td等于new一个 2d shape 此时来调用它的toStream td.toStream 点一个name先得到一下 那现在呢 来看一下 应该是谁啊 对 应该得到shape 没问题 实现了这种继承 那再往下呢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2d shape 圆形中的这个name 它是不是我们的这个 谁啊 来看一下 圆形中的这个name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shape 可以通过console 点log一下 td.prototype 点一个name 没问题 那此时呢 这个name属性呢 其实既不会是我们的 2d tape 2d shape 这个实例的属性 也不会是我们一个 圆形对象的一个属性 但是呢 我们这个子对象 是不是仍然可以通过 继承的方式 来访问到这个属性呀 那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 还是谁啊 还是 啊 第33行 td.prototype td shape 点prototype 点name 也是可以的 也是能访问的到的 对吧 通过继承的方式 来访问的到 同样的呢 我们可以通过td 通过里边那个神秘链接 点proto 点这个name 来看一下 也可以得到 是我们的shape 那接着你可以检测一下 那接着你可以检测一下 这个name 是不是我们这个td 啊 这个对象的属性 可以通过 td.has own property 它是否有这个name属性 答案是什么呀 对 它没有 不属于我们这个td shape 所以说结果是一个false 那接着再看一下 它的原型中 是否有这样的属性 可以通过 td. 小线小线的 proto 点has own property name 来看一下 也不是我们原型的一个 对象的属性 这一点需要注意 但是呢 如果我们要通过 extend 1 就我们刚写的这个继承关系 来把我们的负类中的属性 全部拷贝给我们的子类 那这一次就不太一样了 那现在我们换一种继承方式 通过extend 1 实现这个继承 2d shape 接着继承我们的shape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是这样的效果 td等于new一个 2d shape 接着我们通过 console 点log一下 通过td 来访问它圆形 点 portal type 点 has own property 来检测一下这个name 现在看一下 是否有 对 在它的圆形属性上 圆形上就有这样一个name属性 因为我们是拷贝的 拷贝而来的 同样的你也可以检测一下这个toStream 也是一样的 来看 toStream这个属性 也是有的 返回的是不是也是处啊 对吧 那接着你看一下 其实呢 这个toStream 就是我们shape .prototype上的toStream 不信的话 我们也可以打印 让大家来看一下 td.proto toStream 它就等于等于 我们shape.prototype.toStream 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是完成了这样一个 拷贝 得到的结果 也是处 这样的效果 但是在这里边呢 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那就是我们的对象呢 是不是都是通常通过什么 通过引用的形式 来进行拷贝的 这时候呢 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再来声明两个对象 VR一个A等于一个function 再VR一个B等于一个function 那此时呢 我们来设定一下 A.prototype 点成一个test 是一个数组 简单的一个数组 同样的 通过A.prototype 再来设定一个属性 test1 是一个 this is a test 这样一个字符刷 那数组呢 是不是我们的 数组对象 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引用呀 对吧 那这些长量呢 这样字符刷 就是一个长量 就是一个值 这个没关系 那接着我们再来实现 这样一个继承 extend1 让B继承我们的A 那这时候来看 我们可以通过 console.log一下 B.prototype 点成这个has1property 检测一下 是否有我们这个test的属性 是拷贝过来的 结果是 true 那同样的 像test1 是不是也有呀 对吧 把它复制一下 一样的 test1 结果也是true 没问题 那接着再往下 再看一下 我们B的原型中 是不是有这个test的属性 也可以直接来写 console.log B.prototype 点成一个test 得到它的值 是不是正好这个数组啊 123 那接着再看一下 这个数组 是不是就是我们 A中的这个数组 同样的可以来做个比较 B.prototype 点这个test 等于等于 A.prototype 点这个test 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对象 是当做引用来传递的 所以说是指向同一个对象 那此时呢 如果我们改变 B中的 像如果改变这个test的属性 或者改变test1 来看一下效果有什么不同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改变一下这个test 那改变这个test的属性 会对我们的 A产生影响吗 对吧 我们可以来实验一下 B.prototype 点上这个test 等于一个hello 那此时呢 我们再来得到一下 console.log 给一下 A.prototype 点上这个test test1 先改这个test1 来看一下 会有影响吗 答案是否定的 是不是它还是这个值 this is a test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是test 就不一样了 它是不是这个数据最像呀 对 那接着再来看 它是当做引用被传递的 如果你改变这个test 假如说我们像test中 来添加点内容 像我们的数据 末尾添加几个元素 点test 表现一个 先用一下我们的一个方法 push方法 添加一个456 那此时 你再来看一下 通过A 来访问这个test的属性 点这个test 结果是123呢 还是123456 来看一下 对 123456 相当于像数据中 又添加几个成员了 通过B来改变的 是不是也是影响了我们这个 A啊 B.prototype 这个不用看也是一样的 肯定是123456 这样的效果 就像我们p2p中 我们这种取缔指形式一样 你要改变了这个变量 指向同一个对象的 两个变量 是不是都会被改变 这样的效果 那这样还好 但是呢 我们是修改的这个test的属性 如果说我们要重置 或者说重写这个test属性 那效果又不太一样了 你看一下 重写 我们的test的属性 那此时来看一下 我们通过B.prototype 第二这个test等于一个 A.BB 重新写一下 CCDD 接着我们再来访问 A.console.log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其实呢 此时我们的A的test的属性 是不是会继续引用的是原有的这个对象呀 而我们B这个test的属性 你是不是做更改了 它就指向了我们的新对象 那在这里面 那在这里面呢 主要是当我们来创建这样一个对象的时候 它是不是被保存到我们的内存中的某个物理位置 对吧 那像我们相关的变量和属性就会指向这些位置 指向这些值的这样一个位置 而当我们在向一个新对象 负值给我们这个 这是一个新的数据对象呀 负值给我们这个B.prototype.test这个属性的时候 就相当于将我们的指针移动到这个新对象上来了 所以说此时B.prototype.test的指针 对应的是我们这个新对象的这个值 而我们的A呢 还是保持在我们原有的这样一个对象上 原有的这样一个对象引用上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也是刚才看到 答应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你修改test和修改test1 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对象呢 是当做引用来被传递的 这一点需要知道 好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例子也再看一下 那接下来呢 还剩下几个内容 最后几个了 最后三四个 我们把它说完就可以了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